歡迎大家來到今個星期的動漫廢物 由於今個星期我們夾一下時間 所以我們就變成一個錄播的節目 大家在收聽的時候 希望大家可以逐漸將你聽LIFE TIME的時間 去YOUTUBE上聽 我們現在理論上應該是用YOUTUBE直播 CASTER我們也要看看如何 因為盡量想安排一些東西 集中一點 尤其因為我們的電腦現在處於一個流離的階段 跟TINGUK的爸爸一樣 真的很危險 什麼時候會死我們是不知道的 其實馬華班已經死了 但我們的電腦還沒有死 所以還錄到音 大家好 萬機 大家好 順利 大家好 冰芝 九叔 我是小輩 另外今天也有嘉賓 大家好 又是我 小堯 今天講秘密的真人電影版 其實在日本是去年的電影 今年隔了很久才在香港上回 在講這套作品之前 我們也有少許宣傳 因為有些聽眾可能從來都不聽咬謝 8月5日8月6日 我們會有一個跟動漫機地合作 慶祝成立四周年的一個外勤活動 我們暫時稱之為實體條晚的一幅 紅鷹展翅氣吞天下圖 但我們還未找到一個唐伯虎 所以SUNY就沒有辦法飾演這個竹之山 是 那條小蟲 如果是這樣的話 希望大家8月5日6日可以去現場看 或者去動漫機地 或者是Art Center 我們未知是誰 我們未知是誰 可以更新大家 這個Facebook Page 就會看到當日的直播 好 我們正式開始講這一套真人電影版的作品 如果講到秘密的故事 當然是小輩給我們在座 所有人都要熟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我動漢講過沒有? 講過 是很久之前已經講過 九十六和三百多 我還記得蝶蝶的預告 就是秘密 有什麼秘密 就是聖風 就是秘密 第二次講的時候 就是阿文在這裏 所以我們已經講過兩次了 但是那時候講兩次的時候 漫畫版還未完 現在其實已經完結了 他又開始了 他已經開了 Season 0 他叫 Season 0還是 Season 2 你可以說沿著那個故事 Extend 主線的那條線 其實就完結了 那你說 其實他用這個MRI技術 他想玩多少個故事都可以 其實 是 是 Season 0 但主角 即是阿新 和阿青木 還有阿雪子 那個故事 其實基本上就完結了 交代了 是 是 我想說過兩次 先補充一下 就是96集和397集 而397集 阿Tim哥是一個很厲害的機器 是嗎 可以聽一下 忘記了 要回去聽一下 嘩 這個好像很引人入世 很爆 為了聽這集 就是為了要聽一下 那幾個機器是什麼呢 本來關掉他就去聽390個機器 究竟是什麼呢 是個秘密 那你自己去聽吧 我們除了第九個幾集之外 另外一集阿Tim有一個很厲害的結合 是 哪一集呢 最終完結後 那就是第幾集 人家都聽完 所以現在馬上回去 說秘密的故事當然是靠小輩 小輩最喜歡和大家說秘密 是嗎 我沒有什麼秘密 其實 本來就是清水靈止的作品 在輝夜機之後 最初其實是短篇 第一個故事 如果你看秘密第一集 他正式入 即是阿辛勢獎出場之前 阿辛勢獎出場之前 其實還有一個短篇 美國總統 是美國總統的故事 那其實是一個短篇 本來是輝夜機之後 他出了一系列的短篇 其實我記得他最初本來的重點 是在另一個短篇打算做長篇 但之後秘密這個回響很大 所以就將這件事 就只將MRI這件事 抽出來 就做了一個series 所以那個短篇 其實跟之後 那些人沒有什麼關係 連背景都不一樣 他最初的故事 其實是在美國發生的 但之後就基本上都是日本來的 就是近未來 就是近未來 阿灣2060幾年 2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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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捐指是2060 對 即是阿灣那段時期的一個故事 即是他們的故事 開始寫大約五六十年之後的故事 那MRI是什麼技術呢 其實很簡單 即是說你死了 但你的腦沒有損害 他就拿了你的腦出來 只要Active它 那就可以看到 你死之前大約五年左右的事 但沒有聲音 漫畫裡面的設定就是沒有聲音 電影也是 電影呢 待會可以說 開始著火了 電影可以說 但漫畫裡面原本的設定 沒有聲音 只有影像 所以為什麼那段短片裡面 那個男主角是毒巡詩 是啊 所以為什麼要找他 是因為他是毒巡詩 可以看到他們說什麼 而在正傳的秘密裡面 他們看到的script 已經有毒巡詩 幫他們翻譯了 這對白有字幕 看到他們說什麼 是這樣的意思 大約是這樣的故事 剛才Sunny在咪後也有問過 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每一個故事前 都要介紹什麼叫MRI 什麼是第九 有很多的社會遇過 其實最初的秘密 並不是周刊連載 月刊連載 其實每一次都是一個項目 即是一個案件 可能連載一段時間 結束了 所以最初看回 頭幾集的秘密 也有寫的 秘密1999 秘密2001 2002 2005 其實就是 每一次有這個故事 他就會做一次 所以你看到 每一次都是 約一個單行本 所以我不明白 為什麼電影版 他做得這麼差 因為他本身 其實漫畫 已經是電影劇本 每一集 都是一個電影劇本 是 這是大約的交代 如果說回電影 他就抽了原著裡面的兩個故事 去做這個基礎 然後把兩個故事混合在一起 而剛才小貝問的問題是 為什麼電影會做得這麼差 就是因為他把兩個故事混合在一起 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他也加了一些東西 這個故事 他選了在秘密裡面的 關於一個 倫常慘劇案 就是 爸爸 死刑 執行了 其實事後發現 因為開了他爸爸的路來看 然後發現 其實他看到的東西 就是一個 叫做 路口卷子的一個女生 其實他可能才是 兇手 路口一家的兇殺案 本身就說 路口爸爸 應該殺了全家 滅門案 但是就發覺了 因為找不到長女 路口卷子的事 最初他們的政公 爸爸就說 他把大女兒丟到海 殺了之後丟到海 是這樣的 但是在過了好像兩年 三年 差不多 爸爸終於執行了死刑 他們開了路 進行MRI的調查之後 就發覺原來 卷子才是那個兇手 所以他們在同一時間 娟子也走出來 說自己失了益 同時也受到律師的保護等等 他們就怎樣去 插破背後的一些計謀 另外一個故事就是 一個背沼的 兇手名叫背沼的人 的一個故事 他就是一個路縮者 本身 因為他跟第九的室長 新鋼 曾經有過一面之緣 他本身是一個 如果不然的話 他就像普通的乞丐 在電影中 他是一個大陸來的乞丐 是一個去教會 去教會的乞丐 去教會的乞丐 有信仰和沒有信仰的分別 去教會的乞丐 可能是 死乞丐 因為他在教會 跟新鋼的一面之緣 就是他看到人留下的錢包 他打算把錢包藏起來 就叫他巨為己有 然後新鋼就阻止了他 就拿了錢包走 他想把錢包巨為己有 我 即是 行家 我就不會報你喘的 不過行家就我要了 然後他就 既然行家 但負益有道的 他都分了兩萬元 既然大家都是行家 大家拆吧 我給你一些錢 那負益 你規矩卡就是我的 負益就看錢 要不要給你那套帳 快拿去 負益 負益又覺得你多兩萬元 太少了 他就問你哪裡 你當警察我就搞你的場 你哪裡 我當警察 鼓仔沒那麼扭曲 類似都是這樣 警察的身份 阻止了小偷 或者叫做 實惠不報 然後 漏了一句 負益 沒有拍到 或是director cut 才會看到的 就是 負益就說 不是啊 我去報警就可以了 然後新鋼就說 阿sir 做事不用你教 然後新鋼也出於這個 測刃之心 也給了一些錢 負益 但是這個位置 就令負益對這個人 產生了一些好奇的感覺 因為可能對於我的理解 這個可能稍後可以再討論 千萬不要給詩堂討論 他就說 一定是瑞賢 新鋼的美式 我想說 基本就是這樣嗎 我想說 其實你看圓著是真的 是真的 負益是真的喜歡新鋼獎 這些是純粹為了吸引他的注意力 而做的事情 沒錯 因為負益本身 如果看清水靈子 之後說他取材著美國的連續殺人犯 其實是一些異常的愛情表現 其實他殺少年 他殺少年 有點像貓 那些蟑螂和老鼠 然後放在你床頭那裡 那種感覺是差不多的 其實是禮物來的 是 貝姐那裡對他產生了一些特別的感情 貝姐還是貝姐 貝姐 貝姐 產生了一些特別的感情 所以之後就開始進行他對新鋼的一個 求愛計劃 可以理解為求愛 我的理解是他希望扭轉新鋼的價值觀 還是性取向 我覺得新的性取向一向都很明顯 對 你看到有個女人在她面前 她是完全不起機 她是完全不起機 但她是對寧木同學 是很起機的 然後經過他們的調查之後 就發現原來 娟子是認識背召的 他們是曾經受過背召的一些教導 在一個 我會理解為這個 有點像 心靈畏直中心 我覺得有點像《金田一》裡面 地獄快女師 高院就去搞什麼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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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高院員一個 夾掉就很難 所以對不起 他們是參加了一些自我的感覺 你懂得放自己 在天台勾叫 盡情地哭 一起在天台喊 阿上終於不用你教 類似課程認識了背召 背召除了對娟子外 亦都對其他不同的人 下了一些催眠的暗示 當他們看到日食之後 他們就集體自殺 這件引起的事件 就令到他們把背召和娟子 連結了 然後就開始追查他們 怎樣去拆破娟子背後的鬼界 以及去抓到這個人 那這個就是整個電影版的劇情 是 但我覺得其實他失敗的位置 就是把兩個個案子放在一起 因為其實兩個個案子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很分別 我覺得其實兩個個案子放在一起 不是他最失敗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單純論個案情 或者角色和角色之間 即是背召和娟子之間的關係 他都能拉在一起 但是他寫得不好的地方 其實是他沒有拿到清水靈子 在這套作品裡面寫的感情 他拿了一個格局 拿了一個設定 MRI、第九 跟著娟子和背召的角色 以及他們性格上面一些小小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他們背後要做這麼多東西 除了求愛之外 到底背後還有沒有什麼東西 他完全沒有寫的 因為清水靈子 他原作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一開始看著 這個殺人犯來的 那麼拘捕了他 懲罰他是最好的 但是你慢慢調查到 你才發現背後 其實有他另一些 苦衝在後面 或者有另一些原因在後面 其實在電影版裡面 還加了很多東西 包括他好像有點陰謀 因為譬如 娟子很想搞到清水靈子 一定要殺我 你殺我!你殺我! 他是想透過一些行為 去引導這幫警察 變成黑警 很多這樣的成分 其實 兵之說他不太看得明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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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 純粹以一個電影故事 因為我沒有看 我不太記得秘密說什麼 就當一個普通電影 看 他的頭尾好像沒有 很多東西都沒有解釋 阿 菅義為何要殺掉他 全家又沒有說 最後 他又沒有死 又不知道怎樣 很多謎團 只有空開了之後 然後又沒有說 還有我理解 這套東西的軸心應該是在討論 究竟 探討大腦去拿 知道這個 在道德上 或者法律上 是不是一個被接受的東西 哦 在電影裡沒有了 但漫畫是很多討論 電影是很薄的 漫畫是每一次都有說的 如果不是張重點放在這裡 是放在他幾個男人 和某一個女人的因緣程度 我又看到 又不太覺得 當中的東西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去串連整個故事 純粹是用一些畫面 去令事情好像很有特別 因為其實他沿著裡面 陸口娟子有說 他有個名句 就是他對著青木去小女 就是說 那時候其實他沒有罪 因為沒有人知道他才是兇手 但是他知道青木看了他爸爸的腦 知道你見到我殺人 PK 他就說 你覺得我衰嗎 你更衰 你更卑鄙 你在那裡看別人 你沒有問過別人的准虛 然後看殺別人的私隱 好像安裝了一部閉路電視 去看別人的夫妻 去找別人的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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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你做的事情更卑鄙 他有說這些事情 其實青木在那個故事裡 他自己也有反思 其實不是應該要看這樣 但在電影裡沒有了這些 沒有這些反思 純粹是 就是好像有個惡魔要引一班 原本善良的人去投靠他 那個方向 那個感覺就是 唯一有一場就是 在那間舊屋裡 有個粗魯警察和 青木一起對峙 粗魯警察抓住 那個粗魯警察又覺得傻 完全傻的角色 他在叫什麼 鍵刺水 鍵刺水 但其實那段關於MRI 那個正確性的與否 其實他都沒有什麼探討 因為其實 你加這個角色 電影版加這個角色 我已經覺得已經是失敗 已經是失敗的證據 本身電影是失敗 加你的角色是失敗之中的失敗 失敗之中的失敗 沒錯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漫畫裡 他不斷說 傳統的警察的 是沒有辦法揭露這件事的真相 所以才需要MRI 其實中間有些故事也有說 一些傳統的警察 會看到環境正攻 或者一些人證 他們有主觀的角度 然後就會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 其實不是那件事的真相 而MRI第九就是揭露 其實當你見到那個受害人 或者那個反腦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件事 其實完全不是你們想的那件事 但是去到電影版 他加了傳統的警探 在裡面 他又用了傳統的警探方法 去查案 就是抓一個人回來 然後審問他 打他一身 審問他 阿sir 做事不用你教 阿sir 做事不用你教 然後被人發現 咦 你的錶 好像是 你的錶不是我老爸 我覺得最傻的那件事 就是 他本身那隻錶 已經被人踢爆了 他還要戴著 他還要戴著 然後戴著那隻錶 去審問路後堅持 你真的覺得 你有沒有這麼蠢 你真的這麼喜歡這錶嗎 你還要無時無刻都戴著 我會覺得 這個叫窩渡 窩渡警長 他那個角色的設定 其實我反而覺得 他加了下去 是有他的作用的 因為他就是要比照 當第九不是一個正式的政府機關 他仍然是未被供應的 被應收 所以他們最後要做的事 都是要靠第一課第二課 所謂的 但是第一課第二課的人 是不相信你這套的 到底他們當中的分野在哪裏 而窩渡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看了MRI的影片 但他都要引起這種方法 這就是我覺得 跟整個故事 整個原著的概念 是反過來的理論 因為原著就是 你們那些不行 然後才用MRI 但現在反過來就是 你MRI是沒有用的 要用傳統的警察去現場 去審板 然後捉他回來 去盤問他才有用 原作好像沒有提過 他們能否有這個法律效力 原著他的提話 第九是警察部門的附屬機關 而他們的人 他們的成員 很多時候都是精英 有是警察部門 調過來的 主要都是 但也有其他地方 其他政府機關 調過來的精英 但他們譬如MRI的影片 他可不可以拿去做成功 不可以 不可以拿來做成功 因為不被承認的證據 因為MRI裡面有主觀 你的大腦看到的東西是主觀的 所以有機會是幻覺 有機會是發緊夢 所以不可以拿來做成功 只可以做搜查的一個訊息 你剛剛開麥克風之前 你聽到一宗新聞 可能你今晚都會看到波多耶傑姨 但不代表你是波多耶傑姨 但不代表你是波多耶傑姨 但你腦裡面印象 你原來是真實的 你會以為 晚上發夢波多耶傑姨是我的女兒 但不代表是真的 我覺得電影是想做回 到底第九查完 他們怎樣可以抓到兇手 需要加這個人進去 可惜最後他也是利用不到的 對 還要覺得他們 你們要靠的警察 也不要靠這麼笨的警察 怎麼死都戴著一隻錶 我真的不明白 詩緣有沒有看過原作 沒有看過原作 即是你是純粹為我衝男人 我純粹為男人熱看的 那你覺得怎樣 看完之後 其實就不太知道做到什麼 剛才你們說過有些事情 我會覺得電影是貪心的 譬如說 娟子去罵阿豆豆 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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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詩欣 其實電影也有這個 即是 他有很多 例如剛才所說的 其實他是很散 濕濕碎碎 塞了在角落 然後你可能不太覺得 他有出現過 其實你是不是真的有留心看電影說什麼 蛤 我有看的 不是有看電影 他有看的 他有留心的位置 那段有的 他在律師的時候 有罵過新江 在電影裡面 即是他有這些位置 但你會覺得他不斷飛來飛去 你不知道他的重點想放在哪裡 譬如他探討MRI 究竟是否是道德和法律之間的界線 譬如他有一些 好像演講的情況 是的 有演講 又或者是 他們想自己的性格的時候 在日本那個警示廳 那樣的掙扎 以及一些報道上面 說MRI究竟是否OK 他是很多散散散散散散 他只是把所有東西都放出來 但是很死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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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他只會把所有因素都放出來 然後你看到什麼就是什麼 他沒有很強調 是的 他不是強調 即是 他是想把所有項目都放出來給你聽 但是他還沒有一個中心怎麼告訴你 其實我整部電影的最主要是想要什麼 他最初那段的%是多9月 我想看的時候 就是那個感覺就是 你好像做一個intro 讓他知道 我有一件這樣的東西 有一個這樣的技術 現在應用了 那部電影又會圍著這個技術 然後做下去 但是其實你那一段 其實你是真的想表達 就是剛才師傅所說的 究竟那個argue位在哪裡 但是那個電影完全做不到這件事 而且你問他 這樣有沒有危險 他答案之後說 沒有危險的 發生了事故 那些個別例子 我們不算的 然後就好像很有型地問 那些人都沒有問題 我真的不太明白 為什麼呢 就是他真人版 其實他是改編過動畫版的 但是其實 真人版和動畫版 被人都覺得是改得不好的 但是他沿著那個 那個ranking是高的 我覺得是 他們沒有抓到原作的神緒 其實剛才蕭魚提到 譬如說 我其實挺喜歡那段戲 就是那個 那是警示 聽自己內部的一個評議會 關於第九能不能夠升級 為正式組織的位置 因為他們就是跟阿新剛說 你們對路口捐指的這件案 要馬上終止 第九的升級也會無限其中 各自 因為我們已經處死了 路口爸爸 好像叫路口岸一 浩一 岸一 不是岸是九 正式九兄弟 岸是九兄弟 岸是九兄弟 不會一的 浩一輪口就和平 是的 跟背份牌 是的 就好像司馬加那樣 不是岸九 因為他們已經處死了浩一 如果現在才推翻 警方要承認他們的調查出現錯誤 我們是不能夠 承認錯誤 警察是不會錯的 周永鴻說的 他說除了不可以承認錯誤 之後會同時間推翻 但是整個司法制度 亦都會令到社會不安定 整個警察制度和蜜花制度會嵌 因為你搞錯了死刑這個制度 本身就已經被人推翻 其實漫畫也有提到這一段 因為漫畫其實是這樣的 漫畫一開始 那時候青木就不像電影一樣 電影是他一進來就沒有了 不知道為什麼 我請過新人來 然後就來 現在又吞泰鴻給你做 根本就是要他背鍋 在電影是完全不知道為什麼要找青木進去的 你覺得為什麼要找他 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對 完全好像這件事就糟糕了 所以找了新人進來就你什麼事 完全是啼死鬼的感覺 但漫畫不是的 他做了一段時間 醞釀了一段時間 做了一段時間 然後亦都跟他說 你接之前想清楚 因為那時候已經路口號一處了刑 你去接這宗案其實叫做特條 特條就是 假如這件事 如果你調查出來 是跟大家的期望一樣的 就是說 是他殺的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可以公開的 整件事 亦都可以給其他犯罪心理學 去做一個參考 但是假如不一樣的 你就要保守秘密 整件事就完全是尋了 只有資字 就是很內部的資料 只有資字 你只是寫了報告 亦都沒有辦法回案 因為政府是不會承認自己判錯的 因為已經處了刑了 沒有事發生的 所以為何這個 struggle 就是清目當發現 原來真空是另有其人的時候 他會覺得我要查 但是他有遇到一個抗力 其實就是在那個位置 其實我自己是反而 大家都有說過這個位置 但我其實是喜歡電影的交代 我覺得那個張力是大一點的 但是也沒有開設下去 其實我覺得兩者之間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只看路口卷子的故事 他沒有那麼大的 他沒有東西要調查 路口卷子沒有那麼大 是 是 馬馬版的沒有那麼大 路口卷子的個案是沒有那麼大 但是貝照的個案是比較大的 所以他 如果你只是前面那個 他的劇情是好看 但是他拍出來會不好看 就是可能 因為那時候貝照已經死了 所以他就會把兩個案子拿在一起做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但是其實沿著裡面 貝照的案子很難拍出來 就是因為他們當看到貝照 或者貝照引發出來 就是寧木死了整件事的時候 貝照已經死了 要死那幫自殺那幫少年 都全部死了 就是那種叫做已經所有事情 就是蓋觀然後 其實你今天查到 明天查到 後天查到 一年之後查到 是沒有分別的 而且是沒有 如果以電影來說 他不會有任何交流 你會看到整場戲 就是他們在裡面看著螢幕 看著螢幕 對 看著螢幕 對 看著螢幕 所以 電影版就是在那裡 看著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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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著螢幕 你會看到前面有個人影 然後看著螢幕 大約是這樣的場合 所以電影版是有點奇怪 而且我會覺得電影版 它有一些設定是修改過的 我一般喜歡的 其中一件事就是 剛才說 它看影像有沒有聲音 其實電影版本身是沒有聲音 完全沒有聲音 大家看螢幕 完全看螢幕 但電影版就是有兩樣東西 你可以戴上頭套 插上線 然後你可以很主觀走入世界 好像看VR 看VR 然後是有聲音的 但是也有一群人 坐在辦公室 看著螢幕 那群人就沒有聲音 我覺得整件事很奇怪 因為一開始 新室長已經說 叫青木 你不要太主觀投入這件事 如果你太主觀 你會被他扯去另一個 犯罪者的世界 那一邊 即是去黑色的 就叫他不要太主觀 但他又要去戴那塊東西 戴那塊東西 其實VR就是第一視點 還要聽到聲音 其實整件事就是很主觀 沒有聲音嗎 電影裏面 電影有的 戴頭套那個有聲音 但看螢幕的那群人 還是要讀神 自能師 好像是 即是沒有聲音 我不知道是不是沒有聲音 總之是你坐在房間 那個感覺是再強一點 沒有聲音 但我覺得是沒有兩位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是電影的視角效果 因為很悶的 如果我拍整場戲 你一直看完 沒有聲音 不是 我是不是壞的 然後又戒燈 我不同意 其實如果你的故事 拍攝的張力足夠的話 漫畫他們都是看螢幕的 那你也不會覺得悶的 漫畫本身沒有聲音 不是 我想我們的表達模式又不同 因為如果我們看一部電影 我們如果沒有這兩部電影 然後腦子跟腦子搏起來 你還會見到 阿雪仔在開腦 把腦子放在微波爐裡面 然後他們就出去看著電視 為什麼要看著這部電影 如果 因為之前都說過 其實這部電影跟一些美劇 有點相似 其實有兩部電影 其實都是用同一個情況的 就是有一個叫做記憶編織者 就是新的 然後之前有一個F檔案 French 也是有這個技術的 而他們處理的手法就是 那個人是 因為他們沒有很多看螢幕的 只有一個人可以做到這件事 死去死去 即是真的戴了頭套 而他就是很像一個VR的場景 但別人看不到他的 而他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就是這樣 就是二十世紀少年 類似的 但是他這樣做就是 因為漫畫而這樣表達 而他又想就漫畫 就要加上那個 好像VR的場景 但那部分是 最不合理的 因為 新室長 沒有可能 即是他的角色設定 是沒有可能 給一個新人 去 做主觀 帶頭套 去 interpret 那件事 他打算讓青木看完 很辛苦 然後去安慰他 之後顧不上他 原著裡面 新室長和青木的關係 新室長雖然是一個很嚴格很惡的上司 但其實他很疼下屬 他經常罵他 但其實他很疼他 他不會被青木做這麼危險的事 他一定會罵到他不去做這件事 或是隱藏著他 隱藏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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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電影版裏 他就好像 好 那種完全是說 這隻鑊有人揹 阿邦娜真的幫不了你 阿邦娜真的幫不了你 對阿邦娜我們找一條新仔 來幫人揹這隻鑊 令人覺得有點說不過去 還有 原著裡面 他們兩個 以BR的角度 他們兩個的微妙關係 但我覺得在真人版裏 還不是很好地 估計出來 那又不是一個重點 不是啊 是一個重點 在電影來說不是 好 第一節到這裡 回來我們繼續說 秘密的BL 是一個重點 是一個重點